敌管小囊种能自愈吗? 虽然是长期保持稳定 但是不会自愈 有一部分患者的敌管囊种 在初期虽然比较小 随着病情的进展会逐步增大 并且对周围的神经根和骨质形成压迫 出现臀部、会阴部、耳钢门周围的这种疼痛感、酸胀感、麻木感 有时还会合并下肢的这种疼痛、麻木 大小变的功能障碍和性功能障碍 对于这类逐步增大的敌管囊种 需要继续到神经外科就诊 并接受相应的治疗